你怎么来了 我收过了 这次的话剧合作 全程由我自己派办决定 我要是再不来 你就和那个婉清清 旧情复燃了吧 背地里小林老师 叫得挺欢呢 你想多了 我只是随口给导演 提了几个合作过的 女演员的名字 是她非要选婉清清 来做替补女主的 不是我的决定 钟宁 你怎么非要在 同一个坑里摔两回呢 当年你们偷偷领了证 躲在酒店逍遥快活 被狗仔拍的那些照片 我花了多少钱 才给抹平的 你忘了 事儿我没忘 但我很不喜欢 你用这种口气提起来 我说过多少次了 清清她不是什么罪人 我们当年是合法夫妻 是 你是花了钱 给我们做了公关 但这些钱 不也都是我给你挣来的吗 笑话 要是没我操盘运营 就单凭你一张脸 你以为就能挣到钱了 做演员靠的 从来都不只是一张脸 当然 这道理你是不懂的 老乔 当初你窜逗公司 逼我分手 在背后给我接一堆烂戏 我不说 不代表我不记得 他们全都违背了 我做一个好演员的初心 所以这次 我说的算 行行行 您现在是腕儿了 其实我这次来啊 是送陈寅来拍MV的 他就在附近 待会儿一起吃个饭 公司的意思呢 是想你们俩捆绑一段时间 你呢 稍微炒作一下 带带新人 不必了 我不需要搞什么炒作 你 话我带到了 要怎么做 随你的便 但是钟宁你给我记住了 不少CP可以 你最好别给我搞出一个真CP来 沈 沈大哥 实在抱歉 我不知道今天的相亲对象是你 所以有点过激了 你呀 赶快把它摘下来吧 这么久没见 还是那么皮 你的难处 我完全明白 坦白地说 如果今天相亲的对象不是你 我也不会来的 沈大哥 你能理解的吧 那太好了 你是不知道 我现在的事业 刚刚有点发展 完全不考虑相亲的 但没办法 我妈的脾气 你也知道 知道知道 咱们俩就是再厉害 也逃不出母亲大人们的五指三呢 林晴晴 只要你不准好你必须去相亲 这事没得商量 晴晴啊 我突然有个好主意 既然咱俩都有相亲的压力 又不愿意真的去相亲 不如打个配合 应付一下家里人 你是说 咱俩要假装是一对 不行不行 你别紧张 不需要对外公开的 只需要一张照片和一个托词 所有麻烦就都解决了 还不会真的干涉到对方的生活 多划算啊 清清 我们本来就是青梅竹马 久别重逢 你注定该是我的 小虎 你是我的助理 协助我对好台词 研究剧本 是你的本职工作 虽然你是老乔的眼线 但我没有因此为难过你 也希望你不要为难我 宁哥 我知道错了 重新来一次 我一定可以配合他 惊喜 钟老师 又见面了 新决策准备怎么样啊 干吗 话剧还没手演呢 你就要为女主角守身如玉啊 陈彦 你怎么来了 好久不见 你也来这儿工作吗 什么好久不见 我才不信老乔没跟你说 我来这儿拍MV的事 你呀 重色轻友 大家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 你都不肯请我吃顿饭 宁哥一向零绯闻 不能随便跟女艺人约饭的 这位锯利小哥 能不能麻烦你进屋 帮我倒杯水呢 你别欺负小虎 他人比较憨 不是针对你 这你可冤枉我了 连我都能看出来 他就是老乔派来盯着你的眼线 你干吗那么帮着他 而且钟宁你也不用故意防着我 我是永远站在你这一边的 你可以永远相信我呀 那老乔那个人虽然坏 但他有件事可没说错 你可不能因为二大居跟晚清清 你怎么能吵CP啊 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 什么 他已经有男朋友了